好 那我们今天呢 也特别独家请到了小兔助理的律师喔 简大为律师来到我们现场 杰律师你好 好 因为今天呢 小兔被判出来是两年的刑期 但是缓刑五年嘛 好 这个部分呢 因为今天早上大家非常关心这个事件 那一个新闻出来了 小兔已经做好入狱的准备喔 其实他 这几天 这阵子看下来 小兔其实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嘛 要来跟这个高官活拼的感觉喔 但你看今天 我觉得今天呢 法院里面怎么样见解呢 现在法院拿到的证据非常的齐全 包括了证职证人之外呢 还有金融账户的交易明细 薪资作帐表 办公室零用金的收支帐 还有对话记录等等等等 都非常的多 但刚刚就像是陈律师所讲的喔 助理费被迫转为公寄金 这个部分好像有一块还不知道 那因为目前呢 法院我们只看到说 福报的金额怎么样认定 目前好像只有针对这一块 那可能不像我们之前想到的46万那么多 现在是11万多 对不对 对 没错 因为其实检察官也一直在诉讼中一直主张说 助理是被强迫回捐的 但是其实我们有 我们的主张 其实反而是说 我们不要看他用去哪里 那个没有意义 要看的是什么 高豪安这等人 有没有权利跟立法院拿这笔钱 那从现在判决结果来看 好像法院有财信我们的说法怎么说 因为现在检察官起诉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福报薪资 一部分叫福报加班费 他只起诉两块 但法院非常逻辑清楚 他说福报加班费部分我要再拆 拆成两部分 哪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因为助理真的不是人干的 所以他们真的有加班 所以这部分是无罪 就上面写说无罪或不令 预知无罪的部分 那有罪的部分是哪边 他是说我们假设 助理的薪资是一百块一小时 那加班费不是一三三 那因为福报的关系变二六六 那有没有加班 有 所以你可以领那一三三的部分 可是超过一三三的部分 那个叫一零 还是算福报的部分 对 所以那一块是判决有罪 但是法院有没有财信说 有工作就算你没有就是何时去打卡 可不可以拿钱 法院可能是认为可以的 最后才会判决那部分是无罪 那其实这个案件中也蛮好笑的 就是检察官一直主张说立委 一直主张说助理是被逼着回捐 就是刚才陈律师所说 有没有一些勒索的问题 但是高宏安这边律师 也是主张说这个助理被 就是被非任意自白 就是被强迫讲非真实的话 来指证高宏安 那我们都是想说 小兔人不就在这吗 那我只不问他就好了 所以那时候我认为最后法院 可能也没有真的去审卓说 有没有去强迫回捐这关 因为这个真的不是 高宏安有没有领这笔钱 也就是有没有贪污的重点 而是在于说你这个福报 薪资跟福报加班费的行为 有没有违反立院的规定 那当然那个高宏安也有提出说 大家都这样做 因为他有提出一个证据 就是立委的预算执行率有到97% 意思就是说 大概有97%的钱都拿 真的被拿走 那有没有去用在助理身上 不好说 但是其实我们这个答辩 在法律上也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你不能主张违反平等 不能因为大家都很烂 你就跟着烂 你有拿才是事实嘛 对不对 你有福报这个才是事实嘛 那法官可能只探这一点 那如果对 如果不小心小兔在 那个庭讯过程中 爆出其他的立委也这样做 那是检案官要不要去查的问题 也跟本案没有任何关联 那面对这个结果 现在小兔 主任心情如何呢 我们早上有跟他通过的话 其实他还蛮平静的 他还在买东西 他还去逛街 当然因为我们这个 其实检案官在起诉的时候 就已经有预知说 希望可以给我们这个自信的机会 也就是直接就写明说 希望给我们还行了 那最后 虽然小兔因为在侦查中 没有缴回犯罪所得 不能解禁 我先说这块不是我的锅 因为我是审判中才接的 对 但是最后有没有给还行 有 其实有站在一句话 因为法院在 法官在庭讯中 也有讲到一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 就是我觉得是肺腑自言 他说 大家真的都要遵守牢记法 因为我觉得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个新政策相当明显 就是法院觉得 这个助理真的不是人干的 有没有罪那块 真的看不出来 因为法官非常专业 法官不语 他们没有公开新政 但法院确实是同情这些劳工的 最后对于劳工 也通通都给予无罪 或是缓刑的预知 就算不认罪的黄会员 也一样缓刑 是 但因为刚才我们之前一直讨论说 刚才那边律师一直想说 要用那种灌老板 看能不能凹过啊 不要吃涉探啊 这么样的重啊 7年以上的重罪 那现在看起来 法官是不采性的 对 目前为止 法院是判 因为其实7年4个月 有没有很重 老实说还好 这个罪一旦有罪 就是7年以上 因为基本就7年 对啊 就是7年低消啊 所以他的犯罪所得 虽然目前任令不多 11万 那判多4个月 我觉得从 我有去研究一下 判决还长情 其实还好 就是多4个月而已 而且他是不认罪 始终缴事的态度 那最后 其实在庭讯过程中 也确实有把责任 想要推给其他被告的状况 他是有部分主张说 他没有管账 但当然这部分小兔 都有做出证词 来做出回应 好 所以请教一下阿苗 因为你看 从高宏安呢 这个从后到尾 一直想要推给小兔说 是小兔打包票没问题嘛 那看起来这部分 法院不采性 那目前只有 针对这个福报的部分嘛 是确定被定罪了 7年以上的重罪嘛 但你看哦 今天高宏安出来了 他本来说不出面 他又出来了 出来讲这一段话 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看就是高宏安 天之交直的性格展现 还是一样吗 人的个性 到了这个成年之后 很难180度转弯嘛 对不对 他以前是 对自己多么有自信 对不对 选举的时候呢 还要拿匪逃匪出来呛瞎 还要呛这个竞选对手的学历 讲这么一大堆 就是从头到尾 他都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 包括他的党主席 先前也力挺他 说高宏安是理工女 理工女怎么会犯法 对不对 这一句话 这个定心丸 当然你是给高宏安 很大的依靠 甚至是在高宏安 被起诉之后 你看的是全党挺一人嘛 那个时候 这个党主席克文哲 还亲自召开记者会 然后把矛头指向 疑似这个是司法 迫害高宏安等等 所以到了现在你说 这出戏演到这个程度 高宏安要怎么样转弯 难道他今天拍影片会出来 他跟社会大众承认说 对不起 高宏安真的错了 我不依审上诉了 不可能嘛 不可能嘛 对不对 而且上诉是被告的权利 他绝对有权利上诉 他上诉二审 上诉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如果跟审 跟来跟去的时候 我跟各位报告 高宏安未来还有大好的人生 其实这种贪污案件 审来审去 审个十几二十年很多 我举一个最有名的例子 南投县前县长李朝青 虽然他最终被判四百多年 但是你看他从被起诉到 现在南投县长已经换过几个 高宏安还这么年轻 对不对 现在他才一审有罪而已 他这个新竹市长就算不能做 未来他还可以继续领半薪 领半薪的同时 他还可以在他的商业界 回归他本来的科技界 看是不是郭台铭董事长 要不要安排什么更好的工作 也不一定 他可以继续嘛 所以他当然要继续上诉啊 只要在有罪判决确定之前 他都是自由之身啊 然后呢 他又天之交子的个性 当然要持续的讲说 都是司法的错啦 司法这个违背主流见解 什么一大堆 我是觉得这一段讲就多了 你知道什么 因为他讲这一段 是给柯文哲主席 跟黄国昌总招找麻烦 因为人家就会问嘛 高宏安市长说 这个司法对他不公 柯主席你怎么看 柯主席现在固着在吃泡面 今天没有出面 今天可以不出面 明天可以不出面吗 明天放假 后天也放假 没关系 礼拜一有机会 可以不出面到什么时候 黄国昌总招说 立法院要开临时会嘛 那开临时会的时候 总该出面嘛 要去协商什么时候 开临时会 遇到记者给他堵麦 那个高宏安前市长 说他受到司法不光明对待 那请问黄总招你怎么看 怎么看 就是这样子嘛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的党 从头到尾没有一个 真的有能力 有才华的幕僚 在帮助他们评估 这案子法律风险 高宏安案 我刚刚看到节目下标说 是不是震撼弹 他有罪其实不是震撼弹 因为我们之前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才是 我们之前讨论的时候 其实你看哦 我们来录政论节目 不管是什么颜色的 只要是明代 看到这案情 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惨 这个有罪几率非常高 因为你薪水给人家 你就给人家嘛 哪有说叫人家捐回来 捐回来就算了 你还洗头啦 弄假睫毛啊 一大堆买你个人娃娃 这么离谱的作为 我们看了当然都觉得说 这应该是不通吧 对不对 那所以柯文哲他身边 早该有人帮他评估说 高宏安这案子 其实有罪的可能性很高 问题是没有嘛 他身边人都在讲好听话嘛 阿鱼奉承拍马屁雷一大堆嘛 结果到了现在 哇好啦 潮水真的退了 高宏安的案子 一审判决出来之后 高宏安还在继续讲 司法迫害 司法不公立之后 那会不会辞职啊 不用辞啦 因为那个刚才 不辞有半心 阿川已经讲了嘛 已经停职都已经下来了 但是他辞职就没有半心啦 所以不止有半心 不止有半心 因为他很在乎 不然他办公室 连那个化妆的收纳盒 都要用六百块 还有还记得 那个高铁的手续费十块 他也要对吧 那法官说这部分 还不用采用嘛 对对对 如果他停职是邱成员代理嘛 邱成员代理的时候 新竹市还是在民众党的治理之下 如果高宏安时 假设他要补选的话 民众党这时候又推出来说 那我们高宏安 有第二棒 高宏安第一棒 这个第二棒 那请问 这个出来选的人 他怎么选得下去 人家问他说 高宏安是你的第一棒 你要不要找他来站台 要吗 要台上跟高宏安 牵手话共算吗 如果高宏安没来 你票不是跑掉了 还有新竹棒球场 只要天天悬挂说 叫某某某出来 处理这个新竹棒球场 他就不用算了嘛 所以我还是会认为 高宏安会继续待在位置上 领办 二十四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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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 哈 我杉立 八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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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八七八七八七七七七八一七七八七八七五六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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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八七七八八七七七八八七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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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